亲爱的 爱上你 阿咪回家 阿咪回家 来宵夜的时间 回家了 不然明天就看不到妈妈 妈妈要回 妈妈要去 妈妈要去泰国了 妈妈要去泰国了 明天你妈妈要去泰国看你姐姐是吧 是 然后今天我们现在就连夜赶回去 你还是要见一下你妈妈 还不知道你妈妈去泰国玩多久 是不是 赶紧收拾东西吧 我们这大半夜的就准备回家了 你说怎么家 你说怎么家 他说他不想回家 他想万龙了 拜拜 这地方这么好的地方 全是一栋一栋的房子 一栋一栋一栋的 而且这地方住的挺好的 那我妹子出门 这些辛苦活都是他们自己干的 一般他都不会说指望 快点这个帅哥男的来帮我 在国内的话基本上这些费力的活都是男的干的 你都把箱子最多给你往那一扔 就难得干了 那我女孩子基本上都是自己干的 他不会对你 不会对你指望你去帮他干 万龙再见 万龙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还来不来 阿咪 下次还来不来万龙 真的是喜欢动物这些人 等下咬你一口 你不怕他咬你吗 别摸他他咬你 真的他们见狗他们不怕 他们都想去摸他一下 但是如果是我们 等下他咬你我跟你说 不要我但是他怕我打他 他怕你打他 大便要的出来 先吃完东西我们再回 红红 这里好多法国的 法国美女帅哥 这个店把老板娘好漂亮 老板娘好漂亮 老板娘 吃啥可点点 要吃什么 你给他们打包多打几个回去吧 看这个安静的人 又是安静 又是安静结束 这是个什么橡胶这么大 这是什么橡胶 这么粗 来看一下比你的手还粗 这个橡胶比手还粗 比手机还大 真的这个橡胶比手机还大 来跟你这个手机比一下 你看 这个橡胶比他手粗 三个 像他三个手这么粗 再大一点 这个比你脸还大了 这个橡胶太大了 把这个橡胶给他买了 这个老板娘 这么漂亮 先滴油 烧锅 下油 锅饼子 开始飞饼 这是不是印度飞饼 等一下就飞很薄了 他飞薄了以后就把它摊在这个锅上面 你问他我觉得他绝对有老公 你问他 有没有 交给你了 交给你了 没了 没了 有了 是不是 有了 我猜他都有 他有老公了 他就算了 他说他有老公 没事 如果钱要脱 他有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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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烧加比了 你看的时候 他说帮他妹妹介绍一个 他说 弄烧加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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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4 又骰 又骰 弄烧加比了 他就在家 夹在哪里 他妹妹在哪里 他妹妹在家 在家 家在哪里 远不远 他说 我们这里 对我 对这里不熟 不知道是哪里 在菜市场那里 嗯 不远不远 妹妹有 妹妹有他漂亮 他说比他漂亮 快点 快点 要个联系 他说明有三个妹妹 6ㄷ 这时候在老屋你们就要胆子大一点 你就不要怕 该问的问该说的说 就不愁的不会找不到的 你只要胆子大一点就行了 你就算胆子小 你可以找一个 找个胆子大一点的人带着你玩 也是可以的 这个看起来就挺好吃的 我们每次都来这里吃 怎么了 想把那个香蕉买回去吗 不行要给钱 老板做生意的 人家要赚钱 每一样都拿两个 每一样都拿两个 不行全拿了也行 全部拿了也可以的 这家的东西挺好吃的 这么感觉又整的又干净又味噌 味道也很不错 阿咪 要不安 先来一度 吃吧 这个真的这个 我不知道国内哪里有 国内应该是有好像说广东有这个东西 但是我没有见过 好像说广东有这个 五十分 阿坤努力很 阿坤的工作很努力 你看他 先吃饱 吃饱了就回家 找妈妈 怎么没后面 吃吧 吃饱了吗 要不要再给我来点 我就是经常 经常捡他们他们吃不完的 然后我刚好吃不饱 刚好他们吃不完 我吃不饱 刚好就给我吃 不用弄这个了 直接来这里 他们呢 我们一起出来 我们点四碗面 他们一人给我搞半碗 一人一人拿半碗出来就给我吃 因为他吃不完 然后我吃个人的话 我就等于我一个人吃了两碗半 但是他们一人吃了半碗 都是捡他们吃 吃不完的吃 捡他们吃不完的我才能吃得饱 真的 这苦别的日子 这苦别的日子有几个人受得了的 看一下这个辣椒油真的是很漂亮 很舒服的辣椒油 你看这个 这个菜里面这个辣椒是灵魂 这个米 这个米 不是 这个面条 是灵魂的 你看这里面有啥 这是什么 这个是鸭肉 这个鸭肉还有那个水 还有这个 这个叫啥 超手 我们来叫超手 也叫包面 孔哥你怎么睡觉 谢谢 谢谢 没有 看不到 看我睡一晚 像 像 真的像 老张你喝一下 广式早茶有点像 可以松车 这个很好吃 我吃了 这一样吃了 那我吃了 可以吗 很好吃 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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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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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日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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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日間 还有还有这些 这个这个也打包吧 连辣椒都给人打回去 他老板不可以吃了 你把桌子也给他打包回去吧 干脆 吃饱了 回家 看一下我们吃了这一桌吃多钱 18万6 吃了18万6 18万的6的话 18万32 70多块钱 70多块钱 吃了70块钱 4个人 他们收我 我就收不过他们 还是可以的 吃这么大一这么大一堆 非常彪的 你看这大半夜的晚上差不多两点了 这个因为这个这个万柔嘛是旅游城市嘛 这里马上就上高速了 这个高速路出来这里就有卖特产的 这都凌晨两点了 还在卖 还在做生意 真的 这老板 这生意做24小时开业营业的吗 是不是老卧还是有很多勤劳的人吗 不是他们说全是懒的全部懒怎么的 是不是还是有很多勤劳的人 这些勤劳的人将会是老卧第一批富起来的人 以后他们也会改变的 也会有很多很多很多勤劳的人 当下一批勤劳的人产生的时候 这个国家就发展起来了 所以在老卧真的还是很有发展空间的 现在你愿意付出你的勤劳 以后 你也将会在老卧可以挖到一桶金 这是个人观点 个人观点 经过一个小时到家了 到我阿坤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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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吗 还有了 需要帮忙吗 需要帮忙吗 不用 不用 干啥呀 这么开心 这大半夜的回家 开心似的 开心似的 你咬我我把你咬的根了 想不想吃肉吗 我想吃狗肉 我跟你说 给你带点东西来 对 擦腰了不要怕 擦腰了 没事擦腰了也漂亮 你回来就把猫抱着干啥 这人疯了 这人疯了回家抱着猫 我回家抱着猫玩 是不是几天没见他 就想死他了 OK 平安大家 哥哥大哥